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收看 般若讲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高兴今天能有机会在这里给大家进行交流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的题目呢 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一些心灵上的问题 怎么样寻找这个心服等等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课题 叫做叫做这个寻找心灵的归宿 那么这个心灵的归宿首先我们谈一谈 为什么要讲这个心灵的归宿 那么心灵的归宿又是什么 就是这方面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一部分的这个 听这个讲做的是学生 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要就根据这个学生的情况 讲讲这个心灵的归宿 心灵的归宿有很多种层次稍微高一点的 一般的层次稍微低一点的 都叫做都有可能成为心灵的归宿 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讲一个比较简单的 佛教里面讲的有些心灵的归宿呢 它讲得特别特别的高深 所以呢我们平时有可能用不少 就是除了一些真正的这个专门的学佛的人以外 可能用不少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学生 或者是其他的 也可以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怎么样去寻找心灵的归宿 然后呢 为什么要去寻找心灵的归宿 这个归宿到底是什么 就是我们就大家一起交流 谈讨 然后呢 我再给大家建议 几个佛教这样的几个心灵的归宿 给大家推荐一下 推荐几个佛教这样的心灵的归宿 那么这个佛教这样的心灵的归宿 有一部分人来说呢 它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但是这个并不是说所有人都要去用这个 也并不是说所有人的这个心灵的归宿是这几个 因为佛教这样的这些 有些人对有些人来说确实是非常的好 但是呢 这个也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 这个根据自己的情况 看我就给大家建议 或者是推荐 击中这个佛教的心灵归宿 最后就这样子 首先我们讲 为什么要寻找心灵的归宿呢 首先我们人丁 我们是什么 几百年前 在西方有一个口号 就是说人就是机器 人就是机器 人 出了这个物质的东西以外 人就是几乎就没有什么 灵魂啊 意识啊 尤其是这个灵魂 没有灵魂 所以人就是一个机器 如果人真的是一个机器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找心灵的归宿 人如果真的是一个机器的话 那么机器它需要的是什么呢 机器它需要的 比如说一辆车 它需要燃料 它需要冷却系统的这个水 然后它需要点 其他都不需要了 这样子就解决它的问题了 有燃料系统 有油 有水 有点 这样子就解决了它的问题了 它不需要去找什么心灵的归宿 这就是 就已经满足了它的需求 但是在西方的哲学 那无论是怎么讲也好 在现实生活当中呢 我们在座的几乎我觉得应该 没有一个人觉得我是机器 应该是每一个人都觉得我是一个生命 我是一条生命 我是一个人 可能没有人觉得自己是一台机器 那我们不是一台机器 是一个人 这样子的话 那么人它是什么样的东西组成的呢 我们的成分是什么呢 人有肉体和精神 两个部分 就是说 人是以肉体物质和精神的一个组合体 这叫做人 因为人是这样子 所以呢 人的这个需求啊 也有两方面的 一个是肉体方面的需求 另外一个是精神方面的需求 两个不同的需求 两个不同的需求 满足这两种不同的需求的这个 能够满足的 也就是 来自于两种不同的 两种不同的领域 一个就是 来自于物质的领域 另外一个呢 就是来自于精神的领域 物质 就是来自于物质的领域的东西 可以解决我们的肉体的需求 可以满足我们肉体的需求 但是呢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 与济其不痛的 还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精神 精神 心灵或者是精神 它有它的需求 除了这个肉体的需求以外呢 它有它的需求 这个我们可以充分地 可以充分地证明 比如说我们吃饱了 然后呢 穿得暖 吃得饱 但是呢 我们还有很多很多 对这个生活 对人生 还有很多的不满 那么这些不满呢 它不是物质的缺乏 而是缺乏了一些精神上的东西 所以它对现实生活 不满 开始抱怨 开始抱怨 开始抱怨这个社会 开始抱怨家庭 开始抱怨这个 各种各样的 就像同事啊 同学啊 等等的 那这是说明 它物质上已经解决了 它的所有的问题 但是呢 还有不满 这就是说明 这个精神的领域啊 精神 它的需求 除了这个物质需求以外 还有其他的需求 因为人不是机器 人就是有灵魂 所以它有另外的一种需求 那这个需求 那这个需求 这个去满足它的要求呢 那我们就是要去寻找 心灵的这个归属 心灵它需要有一个 它的 它的 适合它的归属 这个非常的重要啊 我们可以说 物质呀 很多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都可以作为 这个心灵的归属 但是这个东西 适不适合作为心灵的归属 这是另外一回事 什么东西是比较适合心灵的归属 这是另外一回事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 首先我们确定 我们就是有这样子的 两方面的 两方面的这个需求 所以需要两方面的归属 比如说我们的肉体 就需要一个归属 它需要一个归属 这个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甲 我们的甲 是我们的这个肉体的归属 如果这肉体它没有归属 是什么样的 它结果是什么呢 那就是只能在街头 当流浪汗 那么如果这个肉体没有归属的话 那就是像太北 或者是其他一个 在繁华的城市也好 你没有一个容身的地方 你这都是在漂泊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归属感 很痛苦的 很痛苦的 很悲伤的 这个是楼梯没有归属感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 那么心灵也是一样的 如果心灵它没有归属感 那一样的感觉 心灵没有归属感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身体有甲 它不需要到街头去当流浪汗 但是呢 心灵它的归属感是另外一个东西 这个肉体的归属感 它不一定能够作为它的归属感 肉体是有归属了 但是呢 心灵它没有归属感 如果它没有归属了 那么肉体就不需要当流浪汗 但是它心灵精神 它就是漂泊在这个空间 然后呢 它就像一个街头的流浪汗 或者是一个流浪毛 或者是一个流浪狗 一样的 因为它没有归属呀 所以我们的心灵呢 必须要有一个归属 这个特别的重要 没有归属的时候呢 我们很痛苦的 那么这个 我们的今生的这种归属 我们的这种今生的归属 应该用什么样的东西 今天这个社会 我们以什么东西 作为我们的今生的归属 是最适合的 今天这个年代 我们什么东西作为今生的归属 这个是很重要的 今生如果有了归属 然后它平静下来了以后呢 我们很多问题都很好解决 佛教里面讲一句话 静由心传 静由心传 这个是公元前六十集的时候讲的 也就是2500多年前讲的一句话 生活的心浮与不心浮 不是生活的水平来决定 而是对生活的态度来决定 这个是二十一世纪的人说的话 这个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人说的话 那么公元前六十集的 这个佛教的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一句话 其实我们今天才重复这句话 我们用的词汇不是这个词汇 我们可能很多学生 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静由心传 也许听过了 但是呢可能也许不知道怎么样 到底怎么样 经是什么 心 由心怎么传 可能有可能不知道 但是我们讲的 今天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 其实遇到的很多很多的问题 就是跟这个有关系 静由心传 静就是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这个周围的一切 就是静有信传 信就是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心灵 今天我们绝大多数的人知道了 外面的很多东西 对我有负面的影响 或是有正面的影响 不是这个东西它来决定 而是我对它的态度来决定 而是我们对它的态度来决定 这个就叫做静由心传 因为静有心传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态度 态度转变好 调整好 以一个非常正面的态度去面对这个社会 面对这个环境 面对我们周边的一切 这样子的话呢 这些外面的外在的这些东西 随着我们的心会改变的 它会给我们带来正面的东西 因为我们面对的态度是正面的 所以它给我们带来正面的作用 如果我们用负面的这个情绪 以负面的心态来面对任何一个东西 那么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 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影响 就是是一种负面的影响 所以呢 静由心传到我们刚才说的这句话 之间就是有两千五百多年的这个时间的这个隔阁 但是呢 因为这就是人的一种心灵的自然的规律 人的内在的一种因果的自然规律 所以两千五百多年前 释迦牟尼佛他发现的真理也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是活在这个二十一世纪的人 在这个生活当中感受到的经验 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个是对的 也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要寻找心灵的归属呀 如果我们没有归属 没有一个正确的归属的话 那么就这个我们的心呢 它就面对这一切的时候呢 它会以负面的负面的态度去面对这东西 然后以负面的态度去面对的时候呢 然后所有的这个周边的一切 都变成了负面的东西了 变成负面的东西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活得很辛苦 活得很累 活得很没有意思 活得很无聊 活得甚至很痛苦 我们昨天前天 三个这个 包括今天的这个三个 三个这个学校里面的三个演讲 都几乎没有看到佛教的很深奥的道理 都是讲的是我们的一些 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 调整我们的心的方法 态度的方法 都是这方面的 我们今天也提到过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的内心没有调整好的话 那外面的这些东西 对我们的影响的确是特别特别的大 我们今天物质空间的发达 我们可以说人类又是依赖 我们今天的这个物质的这个生活呢 应该是一个最丰富的时候 最发达的时候 同时有一个非常讽刺的东西 有一个非常讽刺的东西 是什么呢 也有可能我们今天 二十一世纪的人 有可能人类又是依赖 在我们的今生是最空虚的时候 最浮躁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现代文明 就把古老的古人的这种生活的模式 我们把否定了 扰乱了 甚至是破坏了 然后破坏了以后呢 我们自己捡起来的这个生活的模式 是什么呢 是一个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 两个极度不平衡的一种模式 极度失去平衡的一个这样子的模式 我们自己捡起来的这种生活的模式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模式 所以这个模式呢 几百年以后 两三百年以后 然后我们就发现了 这个模式是不对的 这个模式是不对的 这种生活的模式是不对的 大家知道 十五十几到十六十几的时候呢 在西方的填文学上 就是发生了一个革命性的转变 这个就是格拜尼 他的这个填文的这个关键 然后呢 整个在这个西方历史上的 几千年的这个填文的这个观点 都被否定了 之前大家都说 之前大家都说 宇宙是宙的中心 然后呢 太阳 月亮等等 这所有的天体都在围绕 围绕着这个地球转 围绕着地球转 也叫做地心锁 也叫做地心轮 然后呢 这个虽然在西方已经是几千年了 东方正学里面也有 已经是几千年了 但是呢 格拜尼的这个天文的这个观点 一下子就否定了 一下子否定了 就发生了一个革命性的转变 从此以后呢 就是完全是倒过来讲 倒过来讲 并不是我们的 并不是这个太阳来绕我们的地球 而是我们的地球在绕太阳 从此以后我们接受了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 现在就是二十一世纪初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心服观的这个 观点上啊 也就是要即将要发生一个革命性的转变 革命性的转变 这个是什么样的革命性的转变呢 我们之前是怎么讲的呢 比如说我们大家努力的去学习 然后就是在学生啊 在学校里面也就是承受了很多很多的学习的压力 但是呢大家都忍着我们昨天讲的 比如说哈佛废红堡 这个报上面呢 这个刊物上面这个刊物等出来的 这个哈佛的一个哈佛 对这个针对哈佛的学生的这个数据显示 哈佛的学生当中啊 五分之四是有余诊的 这个昨天给大家报告了 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他们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哈佛很多学生 他们正需要这个别人的观照 需要需要帮助的时候呢 一个个都是躲在这个图书馆的地下室里面 把自己关起来 拼命地看书看书看书 最后 我们昨天讲过了哈佛的教授也说 我们这里只能缴成功学 不能缴幸福学 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能给大家 告诉大家怎么样赚钱 怎么样赚钱 怎么样赚钱 然后呢 就只能告诉这个 没有办法告诉大家 怎么样欣赚 怎么样欣赚 后来也就做了一些改变 在之前都是这样子 那这个我们 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只缴成功学 为什么不缴呢 因为这个之前呢 这个之前我们的观点是什么样子呢 比如说哈佛的学生也好 全球各大搞等学府的这些学生 他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但是呢他愿意 为什么愿意呢 他们认为只要我这样子努力的学习 那么有一天我就可以找到一个搞新的工作 行水很高的一个工作 搞学离 近帆弯 是大家都很羡慕的 就是他们想通过这个搞学离 就造一个近帆弯 就承受了 承受了 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然后呢 透露到这个工作当中以后呢 然后我们的老师在学校里面 还有呢我们的很多朋友 很多这个同事 一直都告诉我们 只要你努力地去工作 工作 然后有一天 你一定会成功的 什么叫做成功 今天我们的成功和不成功 基本上都是用金钱来衡量 有钱就叫做成功 没有钱就叫不成功 凡是跟金钱没有关系的东西 很多人觉得这个就谈不成成功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成功作为 做为什么呢 宇宙的中心 成功就是作为 就像古人的天文学一样 成功就是作为地球 然后呢快乐 心服就是作为其他的天体 就是说以成功为中心 其他的快乐 心服就是为他转 就这个意思 围绕他转 这是我们这么多年 这么几百年的这个观点 在我们心里就是一个 古有的已经根深低谷的这个观点 所以我们就忽略了 人的这个人需要的那些 精神上的很多的东西 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心灵的归属 我们没有去考虑 心灵的归属到底是什么 没有去考虑 西方科学在物质上面 真的是有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巨大的贡献 但是就是在精神的领域当中 就是一片空白 几乎就没有什么科学家 他们也承认 他们刚刚才开始才起步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 这个令人兴奋的这样子的成就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之前呢 科学家也是人 到底什么东西给我们带来心服 这个不是科学的问题 而是一个哲学的问题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过去的这种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观念 大家都觉得 只要有钱 我们会心服的 所以我们告诉 学生也好 或者是 员工也好 告诉大家 只要你努力 只要你努力 能够赚很多很多的钱 有一天你一定会成功的 作为的成功就是很有钱了 那有钱又怎么样呢 然后第二步就告诉你 有钱 你一定会很幸福的 很快乐的 这真的是这样子吗 有钱真的一定会很幸福很快乐吗 这跟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 我前几天说这是一个秘密 其实是释迦牟尼佛已经解密了 但是呢 那个时候呢 我们很多人不相信的 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再忽略了 只能我们 只能证实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前几天都讲过了 因为半个世纪当中 这么多的科学家 投入到这种研究的行业当中 最终他们的结论 跟佛陀讲的完全是一样 这是一个完全是一个 出乎意料的发现 所以现在我们 就像当年的这个戈本尼 在天文的历史上 发生了一个革命性的转变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个 幸福学上面呢 开始就发现 发生了一个革命性的转变 这革命性的转变是什么呢 快乐和幸福 才是这个中心 才是中心成功 才是这个为这个转 这样子的意思 这个我们前几天也就问过 我们现场的这个 几位学生啊 师兄啊 我们到底 我们人类 我们到底需要 幸福和快乐呢 还是需要无知 有些人说两个都需要了 有些大部分的人就是说 需要快乐 其实我们需要 真正需要的 就是 幸福快乐 在物质上面呢 我们稍微 要 要 低调一点 简单一点 要 简化一点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才能够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呢 才能够看到蓝天 才能够看到百云 才能够看到 才能够呼吸 新鲜的空气 才能够喝到 干净雾度的水 否则的话 已经不行了 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不能不怎么选择 不能不怎么选择 释迦牟尼佛在当时的时候 2500年前的时候 这个生活的模式已经建立了 但是呢 我们很多人不知道 后来 就是我们的这个 新的生活的模式 基本上把以前的 孤人的这么这个 几万年 几千年这样子 下来的这种 生活的模式 破坏掉了 然后我们自己建立的这个 这个不到两三百年以后 我们就看见了 到处都有问题了 问题不仅仅是身外的东西啊 不仅仅是环境的问题啊 问题出在我们自己的 内心当中 这是最大的问题了 我们前天呢 在丹江大学的时候 我们也讲过了 什么叫做 幸福 其实幸福就是 我们 简单的说 幸福就是 我们自己的一个 内心的一种感受 内心的一种感受而已 实际上 幸福很简单 很简单 就是内心的一种感受 这种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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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了 那么 真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地球上 所有人都不幸福了 不快乐 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 物质到底是用来干什么 很多人也就怀疑 很多人就是 就有这个疑问 物质到底是用来做什么 其实我昨天也讲过了 如果我们有正常的 或者是正面的态度去面对生活的话 幸福无处不在 处处都有幸福 我们前几天讲 比如说一杯水 也可以变成一种幸福 这就是充分的说明 幸福呢 它不在于物质的大小 不在于钱的多少 不在于吃的好运不好 不在于住的房子大于不大 而是我们对它的态度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心灵的归宿 原因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今天 比如说学佛不学佛 信佛不信佛 从我们一个佛教徒的教徒来讲 我们当然讲 心灵很好 学佛很好 我们肯定会这么说 但是 这个永远都不可能 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人去学佛 这个永远都不可能的 因为每个人的 有各种各样的信仰 有各种各样的需求 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所以你再好的宗教 再好的思想 再好的方法轮 也不可能全球所有的人去接受 所以佛陀当年他也没有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我们也不会这么说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不能不说 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追求幸福 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活得幸福 不但是不知道 而且我们的追求幸福的方法上面 就是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个严重的问题 严重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这种方法 让我们看不到蓝天白雨 我们没有办法呼吸这个新鲜的空气 从物质的角度来讲 这是物质 不但是物质 而且让我们感受不到幸福 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受不到幸福 那我们活得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最终活的目的 活的目的 应该是追求幸福吧 应该是享受生活吧 这个幸福当然有很世俗层面上的 很庸俗的层面上的意义 也有比较高层次的 这个崇高的层面的意义 不管怎么样 无论如何都是幸福 所以我们将心灵的归属 需要将心灵的归属 一个是这个原因 这是第一 第二 大家要知道 我又说这是一个秘密 又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秘密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的心灵 它没有照到相应的归属的话 那它会怎么样呢 它一定 截入到我们的物质生活当中 这个大家要明白 我们的 重复一遍 我们的心灵 它如果还没有照到一个 适合它的归属 这样子的话呢 因为它没有归属感呢 所以它一定会 截入到我们的物质生活当中 这个明白吗 它会截入到我们的物质生活当中 如果它在这个精神的淋雨当中 找到一个适合它的归属的话 那么它就是已经有了它的归属 已经有了它的执主 精神的执主 它不会过多的 它会截入到我们的物质生活当中 不会的 但是如果它在这个精神的淋雨当中 没有遭到十何的相应的归属 或者是制住的话 那么它一定会截入到物质生活当中 它开始截入到我们的物质生活当中 然后它进入到我们的物质生活 以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吗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节奏这么快 是为什么呢 这个不是因为我们肉体需要这么多东西 它不是因为我们的肉体就需要两个车子 三个车子 五个车子 一套房子 两套房子 三套房子 不是这样子 那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心灵开始介入到物质生活当中 然后它一开始介入到物质生活当中的时候呢 然后立即我们的物质生活就转得特别特别的快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后面就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力量 这个巨大的力量就是我们的欲望 欲望开始介入了物质生活 然后把我们物质生活的 原来是这个精神和物质两个的 两个是比较协调的 比较平衡的 但是现在因为它在精神的淋雨当中 它没有找到相应的归宿 然后它就介入到物质生活当中 然后这个物质生活就变得非常非常复杂的东西了 其实物质佛教从来没有把这个金钱 当做什么邪恶的东西 比如说想开高级的教吃可以吗 可以的 这个没有 这个人就有权利享受他自己的心腹 因为他的心腹 他为什么有心腹 其他人为什么没有心腹呢 这也不是无影无缘呢 跟他的前世的福报也有一定的关系 也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呢 人是有有权利享受他自己的这个 他自己的这些拥有的这些心腹 所以呢 佛教没有觉得这是有什么 这是没有觉得这是什么邪恶的东西 没有说一定要当苦心肾 一定要怎么样子 他没有这样子 佛教没有这样子 但是呢 如果这个欲望已介入了这个物质的时候 物质生活当中的时候呢 那本来这个物质很简单 是用来解决我们的肉体的需求 很简单 这个是我们的最基本的需求 比如说我们吃饭吃饱了以后呢 到下一次肚子饿之间 他是不想吃的 他不会吃的 他不像我们的欲望这样子 不间断的去吃的 当然现在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呢 叫做抱吃包饮 一欲性的抱吃包饮 什么叫一欲性的抱吃包饮 知道吗 不知道 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生活压力 各方面有承受这么多压力 然后没有遭到心灵的归宿 执着的时候呢 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轻微的 轻微的一欲 这个时候呢 就觉得这个生活很无聊 到处都找不到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 这时候呢 抱吃包饮 这叫做抑郁性的保持包饮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抑郁性的沟屋 抑郁性的沟屋 大家应该知道吧 抑郁性的沟屋是什么呢 其实这些东西不需要的 他不是他的生活的必须贫 但是呢 他觉得这个生活很无聊 很乏为 生活的很多地方都是感觉不到他的乐趣 这样子以后呢 去商店 狗屋 拼命的去卖 拼命的去卖 卖很多很多的东西 拿回来放在衣柜里面 所以我们很多人的这个衣柜里面的衣服啊 这些从来没有穿 连这个牌子都没有拆下来的这些衣柜 这些衣服呢 不能穿了 为什么不能穿 他款式已经过失了 过失了 没有办法穿了 或者是他年轻的时候穿的 现在没办法穿了 但是还是买这么多东西 为什么买这么多东西呢 就是因为买东西苟屋来密布我们的精神的这个空虚 吃和来密布精神的空虚 这样子的密布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大家都很清楚的 所以这都不是方法呀 这个我们 不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人 大家都要知道这些呀 这个我们回不回说 这个大家都知道 不是所有人知道 我知道这个不是所有人知道的事情 一部分人肯定是知道的 但是呢很多人不知道的 如果知道了 他这个结果呀 什么都知道了 他还这样子吗 很多人不会的 所以我们无信当中 的这个去这个 有这些不能满足自己的精神的需求的方法 去满足自己的这个精神的需求 结果都失败了 还是不行啊 清都抑郁的时候 怎么样抱吃 抱饮也好 怎么样去这个逛街 卖 购物也好 最终还是抑郁症了 还是抑郁症 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心灵的问题 就是用心灵的一种方法去治 心灵用心去治 这是古老的一句话 古人说的一句话 他们非常的聪明 他们没有用物质去解决心灵的问题 他们用心灵的这个淋雨当中的东西去解决心灵的问题 他们非常的成功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藉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隔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利益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华佛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护民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 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耳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03-989-8787 03-989-8787 新逢孝亲报恩月佛教慈悲置业花莲分会 旗见于兰盆即地藏法会蒙山诗时 日期8月31日星期六上午8点30分开始 恭送于兰盆经地藏菩萨本月经 佛说父母恩仲南报经 点灯供水要供甘露诗时护身佛前大供 恭请赞民法师祖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地点花莲中心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03-831-1673 敬邀菩萨参与勋习同灾法义共募佛恩 殊功德日善行与恶行乘一千万倍 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举办恭送药师刘梨光如来本院功德经 即万灯祈福法会 恭请慧姓法师领众 日期9月18日星期三 13点30分 恭送药师刘梨光如来本院功德经 16点万灯祈福法会 地点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03-989-9319-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勋习同灾法义共募佛恩 第七番 石乐寺 石乐寺 很乐视 并不太远 仅仅只有1.2公里 位于县津德岛县阿波市土承 damn 然而 这不是石乐寺的原址 聚传原址位于聚乐寺古唐园 距离现在的地点 还要以北约3公里之处 大同时代 弘法大师空海 持杖行经至此地 感悟到阿弥陀如来的智慧悲愿 那时大师堪破了人间的八苦 生老病死 爱别离 愿赠慧 求不得 五应赐胜苦 进入了所受的使命之中 便亲手雕刻了一尊阿弥陀如来像 后来开殿见寺 命名为光明山石乐寺 祈愿借由阿弥陀如来的慈悲光照引领下 帮助人们领略净土的十种快乐 进而祝其了脱生死轮回之苦 猪红色的棕楼门 色彩鲜艳 外观的特征让人想起龙宫城 旗上的牌匾提着 无量寿格 在宁静的乡村中显得庄严 经过这栋棕楼门时 一定要抬头看看 其上天花板绘着华丽色彩的范围 走进明亮的珠白乡间的宗室大门 看到的是穿戴着红色帽子和披风的地藏尊 沿着上坡排列 大约有七十座水子地藏 罗列其中 破为照观 日本人信仰地藏菩萨为旅行者 儿童的保护者 故而常将地藏塑像立于十字路口或岔路口 日本民间流传 逼父母先亡故的小孩 因为损害效行 无法度过三土之川去投胎 被罚留在明河边堆石头 为父母累积福报 但总会有恶鬼肆意来破坏石堆 此时 地藏菩萨就会来庇护这些婴孩 在他的披风下来躲避魔鬼 婴儿被视为小孩的守护神 登上旁边的石阶 便是中门 也称为爱染堂或骗罩殿 殿上供奉着蓝染明王 出自于其经 中意为爱静与祥福 爱染不动无别体 能转尘世染源为善妙法 又增益身体健康 爱静 祥福 祈福 进而衍生出 恋爱 良缘 家庭和美 人际关系圆满之意 爱染明王的形象 通常都做愤怒形 三眼代表戒定会三得 头戴狮子冠 象征祥福 狮子顶上的五孤 金刚处代表有情无智 第一首金刚灵和金刚处 视为喜灾 第二首弓箭表示敬爱 第三首左安妖或者金刚拳上举 幼池点花表示降服根本无名 为爱欲贪婪及静菩提心的象征 故名爱染明王 此尊多以全身赤色来象征其怀爱的性格 步入中门后 寺庙内有很多值得一观的建筑和佛像 步道旁耸立着阿弥陀佛的树像 还有弘法大师空海的立像 步道转弯处 有座名为十三不动冥王的巨大事项 是为了安抚太平洋战争中 因自杀式袭击中丧生的海军飞行 预科第十三班学生的灵魂而建的 以祈求天长地久的和平 进入院内 即见一座奇眼的首喜舍 水石自然天成 颇具特色 石勒斯在创意之后 曾一度被称为四国北阿波地区最大的一所寺院 但后来被长中国部军的战火烧毁 江户时代 寺院签置限制 此后 木造本堂又经多次重修 而传承下来的阿弥陀佛雕像 作为密佛供奉纸经 巡礼的参拜者 在此能感受到历史厚重和加持力 位于本堂的左侧 地有一尊迟连的菩萨尊相 一旁的木造四教亭内 供奉着修行大师 和手持大剑的不动明王尊 最后是能治愈眼病的 至眼疾木旧岁地藏 相传数百年前 一位孝子 带着双目失明的母亲 前往四国朝圣 当时 他被石勒斯大师殿下的石头所吸 心中不住变诵着地藏菩萨的行众 这时 他母亲的眼睛突然变得清晰可见 从此以后 这块石头就被当作能治愈眼疾的菩萨来供奉了 登上前面的石阶 就到达大师堂 殿旁的风红 映称着木造的红发堂 整个寺庙 渲染成一幅秋红的画卷 前程地点上一盏新灯惨败 空海大师的悲愿 仍旧如阿弥陀如来的光芒 遍照其间 亦如寻旅者后辈的摩字 南摩大师遍照金刚 这八个字 鼓舞人们 追寻净土的信赖 转烦恼拙 为长极光 弥陀深色如金山 向好光明照十方 唯有念佛蒙光设 当之本愿最为强 六方如来书蛇证 专称名号至西方 道笔划开闻妙法 实地愿行自然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